快為金鐘50按讚 天天送5000 還有機會玩財經搖搖的 抽6萬大獎 爭取牌子聲援老師 因為這張照片 引發了一連串爭議 花蓮花崗國中導師鐵木落地 9號陪學生吃營養午餐 發現盤子裡的菜只有這一點 拍下照片PO網 只是這樣的舉動 現在可能要被學校懲處 關於查證 我一定都知道 每天的菜色飯量是怎麼樣 我承認我沒有尋正當管道 然後去找午餐美術 但按照我們教室的懲處理 一定要符合比例原則 原本應該是30人份的菜量 但照片中只有5人份 剩下20幾人份的菜 怎麼不見了 對比平常學生營養午餐 原本1人份的菜大概有這麼多 但盤子裡剩下的白菜 只夠5人吃 讓老師質疑 剩下的菜到底去哪了 照片PO上網 隔天副縣長徐祥明 就帶人到學校突擊檢查 事後校方調查發現 菜沒有不夠 認為老師沒查證 就PO文 影響學校形象 因此開考機會 針對老師的PO文進行討論 徐祥和家長現在也出面 力挺老師 田木老師在各位家長的眼裡 應該是一個 很注重孩子品操的人 我們當然是以孩子的 受教權為最主要的 但是我們都了解 孩子的受教權 不是只有功課這件事情 副縣長徐祥明 也在臉書上PO文表示 花崗國中老師調動情況 好不知情也從未過問 前幾天到學校了解 營養午餐菜量 都沒有不足的情況 就怕學生吃不飽 才會拍照PO網反應 沒想到引發這麼大的風波 老師無奈 但家長只希望 校方的決定 不要影響到孩子的受教權 記者五彩虹紅 湘漢華華聯報道